前两天给大家分享了个视频 就是这台液晶电视机 它一直闪屏重启不开机 然后经过检查以后 发现是这个灯条的问题 现在灯条已经到货了 然后我们今天就把它安装上去 这个屏这个编板这块 最好是用一个名片之类的东西 把它给撬起来 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不撬起来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在搬这个屏的过程中 会碰到这个排线 如果把这个排线碰断了 然后就麻烦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把这块屏拿下来 一定要慢 不能太着急了 因为这个屏非常薄 也非常脆弱 好 就这个样子 然后就掉下来了 再拆这个背光板 先把这个边条拿下来 然后这个背光板就拆下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电视机 它是有四个灯条 然后每个灯条 它中间都有个对接头 这个电视机灯条 然后应该客户更换过 这是个维修过的机器 我们看一下这儿 两个灯条之间 对接头上是用烙铁焊接的 然后这个电视机 我在检测的时候 有时候拍几家这电视 就能正常使用了 然后测试灯条的时候也是 有时候测的正常 有时候测的不正常 我们现在找到原因了 看到这个线了没有 它焊接这个线 这儿也就虚焊了 它这有时候接触好 接触上的情况下 可能这电视就没问题 也能正常使用 有时候啊 这儿一开了以后 接触不良 虚了以后 它又会出现不开机 重启的情况 是这儿的问题 这儿已经烧断了 这些灯珠看着还可以 看着并没有老货 既然收入人家客户钱了 我们必须给人家换新的 然后我这个是康家专用的 也是这个专用型号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给它装上去 这个效果更好 然后它也质量有保证 这个新的灯条 也就换上去了 我们看一下原厂灯条 它是有也是一样 分成两个条 然后中间一个对接头 对接上 然后固定在下边 这个散热片上面 这个散热片 它是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散热 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起个固定的作用 只要把这些螺丝 都给它上紧以后 不要拿松动 然后它就不会往两边跑 它也所以说 它也不会虚焊 开始安装这个反光纸 开始安装屏幕 新灯条已经装好了 然后这是拆来的旧的 看到没有 这些 这是上一家应该换过 所以说换灯条 比较麻烦 买这个灯条的时候 一定不能突便宜 便宜的话 它肯定质量没有保证 我们通上电 看一下电视能不能正常 现在已经开机了 我们看一下这屏 好了 现在这个康家运镜电视机 灯条已经换好了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